你问我答 我们进入主题 台湾莲花鸿鸣 另外请求师佛提点开示 我们有言受了龙树菩萨 宗卡巴祖师阿底侠尊者 这些祖师爷们的灌顶后 弟子本身所具备的观念 我们该如何着手学习 祈请师佛慈悲事宜 开示指导阿弥陀佛 最后恭祝师佛 佛地安泰 祈请师尊常驻世间 横转法轮阿弥陀佛 有人和洪明问的 他说我先从后面这里讲起 他受了龙树菩萨的灌顶 宗卡巴的灌顶 阿底侠尊者的灌顶 具备了观念该如何着手学习 其实我告诉大家 密法的修行它是有次第 一定是有次第的 我讲过就像赛跑一样 你先跑一百公尺 再跑一千公尺 再跑一万公尺 再跑马拉松 是一步一步来的 必须要学习密法 先从基本开始 一定是这样子 关于龙树菩萨 宗卡巴阿底侠 这些祖师的法要 你要修学 一样是有次第的 它是属于本尊法 你说修龙树 龙树菩萨本尊法 阿底侠尊者本尊法 宗卡巴本尊法 都属于本尊法 那你修行 一定先从释迦行 先修满 然后再修本尊相应 这是一个次第 你不能说 你没有修释迦行 你就马上修本尊法 应该释迦行先修满 这个次第就是这样子 等到你本尊相应了 你再来修内法 就是着佛法 着佛法也是一个开始 它是属于佛 我讲过 气 脉 明点 是严满次第 释迦行 本尊法 上师相应法 全部都是生起次第 先修生起次第 再修严满次第 这是一个顺序 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的 我认为我学护的